大家好 又是我和Jody主持的VGA湾区资讯台 多谢大家又是逢星期四晚 收看我们这个台 又是我们 大家记住 在我们VGA频道和沈博士频道 也可以收看这个节目 是 大家如果有问题 记住去WhatsApp我们 63654020 可以传一些问题给我们 或者其实可以加我们 VGA资讯台的微信 有什么问题记住问我们 今天好像多了一条问题 三条吗 是的 今期多了问题 第一条问题 有个观众就问 假设他真的买了 即是咨询了 他买了个单位 假设他问一问 遲些国内其实有没有遗产税 遗产税 甚至其实遗产是怎么承办 等等这个问题 其实之前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的节目 其实我们也解释过 不过我们今次再补充多一次 其实一般来一暂时 国内其实还未推行任何的遗产税 现在其实国家也有个叫做遗产承计法 大家可以看看 一般其实他就会按着配偶子女父母 甚至以至兄弟姊妹一路顺序下去排 其实都像香港 香港其实都差不多好 香港其实以我所知 其实应该正常是直系亲属先的 即是可能配偶子女以至父母先的 就少了是兄弟姊妹 除非就真的 没有了 即是逐层逐层下去 那大家如果假设真的买了一层楼 喂不是我都很想 特定的人想给 特定的人呢 其实我们都建议 是的 没错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 当然你说不是 回到国内其实也可以找国内律师 帮你立定了一张平安纸 都可以的 因为就是防范于未然 未如潮流 大家如果真的想安排好的资产 即是怎样分配 其实可以早一点去做的 好 好了第二点问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湾区西部华侨城的香港独吉代理 其实有很多客户都问我 喂 想问一问华侨城 现在其实知不懂收安揭 甚至假设我给原型酬金之后 减不了单位 那怎样算呢 那我们都收到 因为我们都是独家代理 那我们其实刚刚都跟华侨城那边 开了会 那我们都反映过 其实有很多客户都说 喂 我真的不想一次性付款 可不可以做安揭 现在初步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资讯 其实暂时安揭 所以发展商华侨城其实是和银行合谈的 这一样东西 所以就是说我们独家代理的分别是什麽呢 首先第一件事 银行都是我们找给发展商的 银行都是我们帮发展商牵线 line up 这样 希望他们谈得成 现在我安排了他们开会 我们都有同事与会 参与过 我们其实已经是参与者 亦都有给一些意见 因为坦白说 华侨城未必会知道 很多香港人的客户的需求 因为你都知道 华侨城在国内是很出名的 即本地人都很喜欢买 但他们未必会知道原来香港人有这个 他的需要是怎样 或者他们 譬如他们都很难跟银行说 原来香港人 譬如他案件的时候担心些什麽 要不需要搜索TU 或者影不影响他们香港的公楼 或者会否影响他们去香港买 其实这些很多东西 是要靠我们作为一个香港的Asian 即我们香港独家代理 他的身份 在中间还要参与他们 即同行行的过程 才可以给到香港人的意见 没错 所以大家要细心些等一等 但当然你都知道 现在我们第二栋收紧丑 其实有机会 其实真是斟期未必可以做到暗门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住我们都是选择一次性付款 这个付款方法 是的 这一期就真的等不及了 但是你要知道 房子通常他们都越来越贵 所以能够出手的大家就尽量出手 是的 因为都知道 因为都有看过博士的影片 都讲过华旧城的手法 即跟香港买楼一样 开始一定会最便宜一点 络络络会加价 慢慢加 大家所以就拭目以待 你一边商就说 如果假设真的交续认酬金 真的加不到心水单位怎么办 其实一般我们都会 可以跟发展商退回 基本上认酬金一定可以退回 你放心 但是大家记住 酬金都要时间退 大家在香港有没有买过楼 我自己在香港买过楼 其实一般来说 香港退酬金都差不多要一个月 是的 所以大家要留一点时间 放心 一定是认酬金是可以退回的 是的 大家放心 放心 有一条问题 有个客户就问 一般记得到 有些项目好像经常都说 要一乘首期 甚至很吸引 可以将首期去分期 可能分五年等等 但是为什么去到买楼的时候 甚至乞讨的时候 正想付钱的时候 为什么发展商又做不到呢 这些是不是骗人的手法 大家可以说给大家知道 其实没有骗人的 因为正常这些发展商 大家看到Poster Poster 通常有时候是这样的 你们会见到朋友圈 或者有时候见到Facebook 甚至YouTube都有 是的 譬如有很多形形色色的 吸客的手法 我们只不过这样说 坦白说 做生意的东西 各司各法 我们某些行家是喜欢这样做的 用一些手法吸引你们过去 有些吸引的 哗众取重一点的方法 去吸引你去 至少他见到你 他也有机会推卖你 是吧 譬如这些Poster 其实是真的 但是为什么香港人做不到呢 因为其实这些 坦白说 他的项目是安排给本地人做的 我也问过 不是 那香港人怎样做呢 其实他们多数 我们叫做借首期 我们叫做小财 即是小型财款 甚至叫金融财 金融财这些 其实都是说 可能会找金融机构 甚至要安排客户 去到现场找银行去做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通不了关 其实香港客户 无可能 除非你隔离14天 都不是的 香港他们都很少接受的 其实都一般来说 其实他的条款 都是想吸引多些本地人 是 本地人 适合多些国内人 如果说居民 其实是一般 比较难申请 甚至是申请不到 反过来你想想一下 我们香港人 买香港楼的时候 我们有时有得做发展商议案 发展商议案 你想想 国内人来香港买楼 他借不借到发展商议案 连银行贷款 都可能未必那么容易借到 更何况香港的议案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 其实这些很多时是一些 吸下手法 还有很多千奇八怪的 除了用低手库 还有最流行的就是 价钱赚低些 赚到很便宜 有些什么 譬如多少钱 可能会说八九千元一平均价 但其实实际上 当然这些都是 好像八千元起步 有机会可能是低流层 你去到来的时候 普遍来说 可能去到一万元的均价 万一元的均价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实不是说骗人的 我不要这样说骗人 只不过是有机会是大家 就是重点推介给客户的时候 就是收息一下 收息一下 让你们觉得好像很笨 好像很吸引 甚至乎 不过有些时候真的乱说 有些真的试过 乱说 譬如是发展商 明明要收多少钱的 那个团购 或者是他本身那个 没有这些优惠 或者没有这些优惠 或者没有这些优惠 他就告诉你 有这些优惠 没错 变成了我们这些老实商人 就受苦了 整天我们做生意太老实了 所以真的 我和博士说一下 没办法 谁叫我们 我和博士的手法 都是比较喜欢 有那句就和那句 我们又不是太喜欢 真的乱说 没错 我们其实所有的优惠 甚至 当然我们都会帮客户去 拿到尽的优惠 总之有的东西 我们尽力帮你 我不会隐瞞你 其实我们都全部 跟着发展商 提供了所有东西给你 我们一定会给所有的 所有东西 其实这些我们叫做 正规正矩地做 是的 还有有时候你们见到 譬如有些YouTube 有些视频 说完之后 发展商知道了 接着就投诉 投诉完 他就跟着落架 将它说错的剪掉 接着又上架 见到很多架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注意一下 小心一点 好了 今个星期究竟 有什么新款 推荐给大家 当然 我们继续推荐 Encore 即是 湾区西部华侨城 我们记住 我们是香港指定唯一展销车 亦都是香港独家代理商 嗯 现在都是热丑 收紧丑 是第二栋的货源 那么分价 大概 意向赤卡 还未知道 未公布 但都好说 毛批可能8,500元起步 甚至征装 大概是9,500元左右 9,500元征装 8,500元毛批 火热收丑 是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记住2万元认酬金 便可以先认酬 即是要先认酬 是的 因为我们还未知道 怎样开盘 还未知道 不过 听说 好像都挺 准复 即是收丑量 好像很厉害 是的 这里 你见到第二栋 户型由105 到1月6 和136 这三只户型 是的 这个是什么事干 这个是什么事干 大家记得到 其实就是华侨城 一个细思大会 刚刚就是星期二的时候 就是细思大会 记得到台上 有几个人 大家认不得出 最英俊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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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是我们的同事 钟明大哥 大家如果有看之前 沈先生的博视片 其实就是在南沙的 香港彼岸的片 其实是由他介绍的 即是站在这个台上 那些就是发展商 authorize的 即是认可的 官方的平台公司 是的 代理商 那我们就是一个 其他那些 就一定不是你们熟悉 那几个YouTube频道的人 是的 之前说过 其实有其他频道 有个平台 其实可能是本地平台 以及有些 港州 邵庆 深圳平台 我们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香港独家的代理商 所以也是很荣幸地被邀请去出席 这个世事大会 是唯一的香港代理 是的 是的 当然我们唯一香港代理 当然有些最新的消息给大家 就是说 好紧张 就是正正就是说 大家记住 今个星期日 8月23日 第二栋会正式开盘 正式开盘 好紧张 正式开盘 现在认丑 认到多少 其实短短这个星期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已经超过8、5张丑 我们今天也收了4、5张 最少也收了4、5张 大家记得到 整个整体客户 其实我们B加客户 已经占了1.3的一个认酬量 我先计算一下 先和大家 7间代理公司 我们占了1.3 占了超过3成 你要记住 接着剩下6间 还要是 6间是批发公司 他们下面会有很多零售商 批发下去 其实如果这样来说 喂 你们做得不错 要不要加你们工资 都是多谢客户支持我们 对我们 亦都是对我们沈先生 甚至Jody的信乃 我们V加客户 当然 我们经常都想找一些 叫做密色很漂亮的盘 给大家 而湾区西部华侨城 亦都是大家有一个 很心仪的项目 因为其实都知道 华侨城 看得到深圳的发展 将来其实兆庆 亦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发展 还有它旁边 又有卡尔星球 亭南水街 很贵的 你知道我儿子 去完华侨城之后 经常去哪个盘 都说 我都喜欢华侨城多些 那个盘 他都说 我都喜欢华侨城多些 真糟糕 可能我都要买价 不过我现在在看 看别墅 所以记住 大家如果未落丑 都仍有时间 但真的在说 大家都知道 随时折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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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如果大家有 我们V家客户 如果真的有兴趣 如果有什么心仪项目 记住跟我们销售说 因为那天我们全公司 我想超过40人 会帮大家抢单位 我们整个公司 连所有同事 全都出动了 博士都好像会去 是吗? 好像是 因为他都在现场拍给大家看 究竟华侨城开盘有多虚险 但是 意向单位 就早些跟我们同事先说 是的 因为都未知道 解抽是怎样解法的 没错 所以有意向 记住找回我们的同事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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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第一志愿 大概是什么楼层的 几号单位 你给一些 我们去帮你抢 好 大家记住找我们的同事 另一个项目 今天我会讲两个项目 中山 第一个项目 就是中山市的博外七路 叫做阮阳新天地 这个项目其实是位置于 火炬区和东区之间 东区是中山的富人区 是的 其实也是我们叫做市中心 其实大家如果看得到 其实整个中山应该最贵的楼 多数都在东区 因为有市政府大楼 也有很多名校 学校名校都在东区 这个项目 是羽然新天地 其实一直都发展了 是现楼 其实都发展了很多期 这期其实是卖第十四 第十五栋 其实这个盘 我们去年 都卖了好几间 是的 没错 其实它也是一个大盘 因为之前大家如果熟悉 中山有阳阳城 樊阳城 樊阳新天地 随着我们上一年 都推介过 阳阳樊樊樊樊樊 其实阳阳 多数都建一些 叫做大型项目 在中山里 军价 2万至2万2 它有带毛坯和精装 是 紫色的位置 就是阳阳新天地的位置 大家记住 为什么要推介这个项目 其实大家都一看 它前面叫做博车路 一博车路 前线 前一点 就去到取坑块线 取坑块线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一上去 就是叫做深中通道的位置 由项目出发 如果解释之后 将来由京都抢了 其实不用10分钟 已经去到深圳中 是 就是可能加上 我们叫做半个小时 去到深圳 半个小时去到深圳 是 也是一个小区 且是成熟小区 其实这个阳阳新天地 门口就有华阳万家 麦当劳 旁边 阳阳双圈 阳阳双圈 其实5分钟左右 已经去到阳阳双圈 所以其实配套设施 是不错的一个项目 是 是 是 主修是昨天才说的 14栋和第15栋 现在正在热售是110平 去到140平 都是家庭职 这个叫做豪宅入门级 但未算是顶级豪宅 是的 所以我今天也介绍另一个 就是在项目对面 就是叫做华雄景月圈 这个真的是豪宅盘 3万 我看到这个 是3万 为何开价这么贵 就是叫做贵一点 什么贵一点 什么贵一点 那时候你介绍的 打算月圈 都是2万 2万 2万3 左右 2万7 现在没有一均 但其实它在卖3万一平 为何呢 其实它在前面 正正就是一个 你看到一个湖景 除了还有之外 叫做长江的哥尔夫球场 哦 哥尔夫球场 这是国际哥尔夫球场 它有36个栋 一个哥尔夫球 大家记得一个项目 它只有6栋别墅 不是6栋的住宅 6栋住宅 5栋高层 现在主推是第2栋和第6栋 是 这些叫做现楼发售 当然 是全部大家可以记得到 全都建立了 连到内缘景都全都建立了 因为呢 我也觉得奇怪的 譬如华雄 我就真的未 可能大家少点听 是的 我介绍一下 华雄其实在中山来说 是一个本地的发展商 其实已经超过20年历史了 华雄其实如果大家有看 在这个区域附近 其实可能东区其他区域 其实它有叫做华雄水云圈 也是一个不错的交付标准 即其实它是本地的豪宅发展商 是的 是的 但是 如果你觉得对国发展商 不是很大信心的话 但是不用怕 因为这个盘是现楼 现楼 虽然大家记住 现楼 因为它现在都包装装 它现在内部装修 每个单位装修 是出年中就会交楼 但是其实全部 原楼那些树 都全部整好 大家所以 若我们看视频 会看到整个园景 究竟有多漂亮 这个 看到它有 有水有 有哥尔夫球 是的 远处就看到长江水库 前面其实有长江哥尔夫球场 刚才说 其实正正在阳阳新天莱对面 旁边 大家如果有看过 我们之前介绍过 其实有一个叫做万科柏月湾 正正也是在哥尔夫球场 我那时买柏月湾的时候 即是柏月湾车位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它的楼 我很喜欢它的景 是的 不过那时就卖了楼 柏月湾其实在18年的时候 已经清盘了 现在军价 其实它开始有些二手市场 都两万多元起步 是 因为其实景无可取代 我们经常说 就是哥尔夫球场 买一间是一间的 哇 很漂亮 这些全部是实景 也是其实它叫做住户 即是住户入门大堂 这个很好 这个 现在是我们叫做销销中心 大家如果看 我们如果看视频 其实会看到这个销销中心 这里除了它刚才说的高层 也是别墅 你记得到它叫它有一个内湖 即是有一个湖景 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别墅 即是一个别墅景 这个别墅 你住宅高层住宅都多少钱 3万元一平 你当最小单位98平 你当300万一个单位 不买那么小 买得那么漂亮的地方 是的 所以其实它现在主推二栋 刚才说是98平 三房 133平 是的 差不多 六栋的户型是大一点的 140平去到160平 即是住得这些地方 可能这个职才能乘得起 是的 大概你如果乘回 我当你300万一平 其实大概是400万 400多万 400多万 或者如果想再住大一点 他也曾经说有连排别墅 亦有双平别墅 他的面积大概是470平 去到710平 哎呀很想要 很想要 真的 多少钱起跳 大概是1500万 去到3500万 还有一个公价 因为他400多平 其实他有五房 就是套房 五套房 五套房 到七八平 就是六套房 六套房 各位观众 靠你了 我买不买到的靠你们 多些支持一下我们V家 是的 多些支持我们V家 好了 今个星期究竟有什么 榫本推介给大家呢 上个星期介绍了保能城 博士刚刚都立刻出了一片 第十栋 保能城 大家有看过其实 很开心 我看到他们不停吃雪糕 我记得 还吃了两杯 我不知道 荧幕前面就是吃了两杯 我不知道之后有没有 吃了多少杯 我其实 那天 和大家一起看视频 就是看YouTube 我和你们同一时间看 我都没有得优先看 然后 因为他们拍得太多 我见完之后 我看到他们吃了两杯雪糕 我回去 那晚立刻和我老公说 你为什么让他们吃这么多雪糕 是的 这个 保能城 其实最美景 大家知道前面 会有一个湿地公园 军价大概现在是八千三元一平 但是他八千三元一平 他送很多东西 他抵抵抵抵抗 可能他又冷气又送货 什么肉霸 我们是叫什么 香港叫什么 肉室导 大陆叫肉霸 是 他亦也有些主题场 会包卖 他主题场 他连 那个假天花 那个 灯草 灯槽也做了 大家也记得到 红色是保能城 旁边是九月城 陈仙说的及华其城是在前面 整个就是我们叫做顶门山的新区 就是这个位置 它在越售两只会营 都是128平到140平 其实很多客户一出了10栋 都跟我们锁定单位 因为之前说 好像款期要一次性付款 但是这期我们申请了 我们帮大家 不断求发展生命 给我们申请 可以做按揭 是 做按揭 不过记住 手费有手卖没有 我不知何时 因为它有标准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 真的快点约我们同事去看楼 除这边 其实保能城亦都有 特价单位 精选单位 其实刚才说的第10栋 亦都有第2栋和第3栋 就是这个位置 记得到 第2栋和第3栋 外面那2栋 上面就是第10栋 就是那边 大家有兴趣 记得到我们同事去看 保能城 来一个项目 去到珠海 我最爱 我们的九州保利天和 其实是3栋 之前说是一单元 现在推出了第二单元 也是望果尔夫球境那边 是 没错 其实记得到 其实前面会是金湖的湿地公园 后面是北边 其实望果尔夫球场景 其实在香港 你先说 我等一下再说 其实它的户型都是两梯四栋 最小 由98到最大的140平 130平 可以做到南不通风 即是南不通透的一个户型 保利也是推行高尔夫球境 没错 其实九州保利天和 其实大家一直都看过高尔夫球场景 我们有很多 其实我们之前很多客户都看过 沈博士其实拍过一段日落片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要求的 我们要求特别 因为刚刚他那时候 第一次去旁边的时候 他特地说他再拍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他一定要拍过日落景 最主要是因为怎样呢 因为我买了所以我常常叫他拍得仔细一点 因为我自己都想看 但我想说其实在香港 即是在香港你要买有景的东西 和无景的东西 价钱可能差很远 所以在香港 香港人来说有时候 可能有景和无景 差的比例是太高 可能有时差了一二百万 甚至乎差了很多 所以有时都会说 因价就货 买个景观差一点点 即是满足自己住的需要 但去到大陆 其实你有景和无景的比较 其实那个差的价钱不是很多 所以劝大家 如果你不是真的那么紧 其实你说可能差两个楼盘 一个比较好景一点 一个比较好景 甚至一个楼盘里面 某些动数是景观好一点 或者某些单位是景观好一点 都尽量选景观好一点 是吗 没错 因为大家都知道 博士最喜欢买景 尤其是泳池景 乐园景 泳池他们是想看女儿 所以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记得当时买时代天神 这期我们都卖 亦有些客户 为何中层会比较高层 正正因为他看过来源景比较美 其实景观亦有价值在里面 所以大家假设有得投资 可能投资或者甚至自主 其实景观 就是不差那一点 因为始终是可能自用 亦都要享受一下 不过提醒大家 景观美好的东西 就是因为其实它差得不远 所以去货去得快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觉得 有些想出手 或者觉得景观真的可以 你就不要等 这些真的 去得一栋就得一栋 去得一栋就得一栋 是 好像我们的华侨城一样 大家也记得到 看到又是可能显仁湖 甚至我们知道将来的卡洛星球 因为大家可能这期也看到博士的片 其实它特意拍着第二栋的户型 告诉大家知道会看到哪一边 哪一边 哪一边 所以如果有兴趣 亦都可以看我们博士的YouTube 或者他的Facebook 大家可以留意 好 好 今个星期有什么V加资讯 告诉大家 刚刚星期二 8月18号的时候 环球 环琴口岸正式开关 大家最大的特色 其实是合作查验 一次放行 即是在这里一次过 就可以过关 即是一部机 就可以过两边的关 最快我听到30秒就过了关 平时搬来可能两三分钟左右 当然秒速就直残直过 除了之外 其实这个环琴口岸 大家如果了解过 其实它除了口岸之外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型的商场 其实我们博士那天开张 其实它也好像拍了 好像拍过 现在好像正在剪 大家记住留意 记住留意我们的频道 其实有很多新的资讯给大家 亦都有新的视频给大家 除了之外 其实环琴口岸 亦有另外一个消息给大家 就是那个朱基城轨 即城轨站正式刚刚同一天开通话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上车 即是刚才环琴口岸 有个环琴站 环琴站可以坐车 大概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珠海站 珠海站面就是我们的拱不口岸 拱不口岸 这样也很快 其实如果你由上面 珠海站一直坐到来 叫做长龙站 大家很熟悉的长龙 野生乐园 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 环琴水上乐园 其实都是11元的一个城轨 很值得 半个小时内就已经到达 是的 我好羡慕澳门人 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出入了 是的 我们香港也等一等 希望大家 当然大家要注意健康 小心 忍耐 忍耐就应该很快 除此之外 其实环琴口岸 为什么我们要说一说呢 其实我们也 因为近期很多客户都问 都知道厚外开了 有没有新判推介 有的 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们YouTube 亦都是我们港人港监友说了 信德商务中心 其实已经推出 何小姐的判是吗 是的 听说好像下个星期开始认筹了 军价大概5万元入场 5万元正常 不乖 其实差不多环琴口岸 环琴要 真的能走过去 直接走过澳门 大家都知道环琴一对着 就是铒仔 就是银河景 银河酒店景 整堆铒仔的酒店 其实是很漂亮的夜景 所以有兴趣 也可以找我们同事了解 现在环琴究竟有什么推介盘给大家 好 这里大家都知道 我们之前有推介过一个 是泰国 今个星期我们亦都有一个咨询活动 即是咨询活动 我们会派出了我们的海澳部专员 今个星期六的1点至5点钟 在我们的屯门店 屯门市拍例广场2305室 这个地方会做一个咨询活动 大家如果有兴趣 泰国柳投资其实可以 今个星期六的1点至5点钟 可以过来做一个咨询 他们专门服务我们的屯门 即是元朗新界西那边的观众 观众和客户 因为大家记住就看得到 其实我们现在亦都有个VIP 首10名买家可以送42寸的电视 哇 很漂亮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预先留个电话给我们 或者报名的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52251222 可以联络我们 亦都可以拿一些资料 所以大家有兴趣记住不要等了 我终于看到电话 电话在这里 对 电话在这里 这里 今个星期节目差不多了 大家有兴趣记住留多点点 甚至想博士 即这期博士在上面 如果想拍什么盘 或者想看自己的项目 记住留多点点 博士的行程真的很紧臭 我儿子和我老公每天都去拍片 很辛苦他们 但其实他们都很开心 虽然是紧臭的 但我看到他们又吃芒果 又吃好东西 很多东西吃 我也想去 有观众问为什么我不去 你说为什么我不去 因为我当然也没有 我们很多决策都要等我找人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串守香港帮助我们 为了你们 我要留守香港 好了 好了 下个星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